朕此战就是要明明白白的告诉世人跟匈奴人 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 后和王 我亦和王 陛下何是这么愤怒 难不成又有谁不长眼的进犯大汉边境吗 看起来冠军侯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为朕开疆阔土了 这是当然 无论敌人是谁 臣都会为陛下赢下胜利 好好好 不愧是朕的冠军侯 有胆识有自信 哼 那你就提前准备吧 末北之战结束后这一致邪丹鱼 不愿意称臣 那就让他再试试大汉铁骑的威力 是 臣必定不负陛下所托 父皇 这几年大汉连年征战 而且匈奴如今已经远顿 根本无力也无心侵犯我大汉 我们又何必紧追不舍劳民伤财呢 而臣觉得此时应该与匈奴和谈 大汉趁此机会休养生息 太子此言诧异 匈奴虽然远顿 可他们永远不会被驯服 若不能把他们消灭 永远都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还不如趁此机会彻底消灭他们 这样将来你登机之后 也能少一个大敌 擅闯皇宫 你们这是想找死吗 助手 刘彻见到这几人不仅敢直视自己 反而还有审视的味道 这让刘彻对于他们更加好奇了 诸位不请自来 请问所为何事 我们来这里就是特地找你的 求财求名还是求利 什么都不求就是来见见你 朕好久没有见到有意思的人了 既然如此不妨说说你们到底是谁吧 又是如何出现在朕的大殿之中 刚刚那诡异的一幕如何做到的 嗯 我旁边这人是你大副姓吗 放肆 朕看你们不是什么都不求 而是来求死的 我的确是你大副 朕以为朕就不敢杀了你们吗 刘邦本想着调戏一下 眼看刘彻动了杀星就解释道 无名刘邦 他乃是刘衡 的确是你大副 明明这听起来非常扯淡的话 可内心却有一种声音告诉朕是真的 陛下不要听信他们的胡言万语 是啊父皇 这些人太奇怪了 谨慎起见还是先关押起来的好 莫要多说 朕心里有数 见过高祖 见过大副 没想到能够这么快相信我们 你就不怕是在骗你 没有人能够骗得了我 高祖 为何你们这副表情 先不说这些了 刚刚我听见你让冠军侯再次出征匈奴对吗 是的高祖 匈奴人不灭 大汉不安 这次不能去 不知道高祖这是有什么深意 因为你的冠军侯会死 这人是在诅咒自己会在战场上战败 毕竟一个将军出征不就是战败和战死吗 不可能 打匈奴我绝对不可能输 陛下 这群人就是骗子 我怎么可能败给匈奴 无论敌人是谁 我都不可能失败的 高祖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真的冠军侯天下无双 区匈匈奴又怎么可能让他败北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会输了 如此人杰区匈匈奴又怎么可能要了他的命 可你的冠军侯的确就是在今年病逝的 因为史料不多 后人猜测大概率是因为在出征的途中感染了瘟疫 也有人猜测是因为获去病常年征战 身体受伤太多病死的 不管什么原因 我也不希望见到少年英杰这样的下场 故此我才会阻止你 什么 真的冠军侯今年会病逝 从即日起没有朕的命令你不许离开皇宫 朕会每日安排医师治疗你的身体 陛下没必要吧 陈身为将领冲锋陷阵是必然会受伤的 陈答应你会好生休养 但没必要把陈关在宫里吧 不行 其余的事情朕都可以依着你 但是这件事情上你必须听朕的 这一次攻打匈奴是绝对不能再让你去了 朕会重新挑选将领 而你的任务就是在皇宫里好好养自己的身体 不行 必须安排我去 打匈奴没有人比我更有经验了 你还年轻 未来有的是机会 这一次你必须要听朕 可 这是命令 这件事情正义已决 看着刘彻如此强硬的态度 获取病虽然心有不甘 可也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 冠军侯父皇也是为了你好 等你养好身子了 未来有的是机会建功立业 臣知道了 这本书籍你拿去吧 上面记载了华夏几千年的发展史 高祖 这样的书籍我大汉可有办法造出来吗 你这小子眼光不错 一眼就看出了纸张的重要性 至于方法你直接问国师要就可以了 造纸的方法 印刷的方法 我都会给你的 多谢国师 说完过后就立马看了起来 可越往后看刘彻的眉头就皱得越紧 因为他看到了自己晚年开始崇尚巫术 更是看到了因为巫蛊之祸导致了自己的皇后 还有太子身死 这一瞬间刘彻全身冷汗都冒了出来 这怎么可能 陛下不用伤心 您现在还算年轻 既然知道了未来自己会犯的错误 那么想要避免就不是难事 而且陛下 你不需要把冠军侯特地看管起来 冠军侯乃是天生的将材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非常折磨的事情 可朕担心冠军侯 朕真的不想失去他 朕也清楚冠军侯他就应该在战场上光芒万丈 可相比起建功利业 朕更希望他活着 我可以带冠军侯去后世检查一下身体 若是身体没问题的话 那只需要解决瘟疫的问题就行了 而后世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免瘟疫的发生 只要冠军侯小心一点想来 也不会这么轻易的丧命 啊对对对 陛下就听国师的吧 您真要把我看管起来 那我真的还不如死算了 你小子不识好人心 朕是担心你 臣知道 可臣总不能一辈子活在陛下的语义之下吧 那麻烦国师了 不麻烦 后人都说冠军侯获去病 就像是一颗流星一样 虽然短暂 却闪烁了整个华夏 我很期待 若是冠军侯 能够长命百岁 会是一副什么样的光景 那就成国师吉言 我获去病的名字 注定要名流轻史 这一次我将谱写更大的传说 国师来都来了 不如小住几日 既然如此 那就唠到几日 国师愿意留下这 怎么可能是唠到 朕恨不得国师永远地住在这里呢 刘车为几人设宴安排了住处 到了夜晚 直接来到了魏子夫寝宫 魏子夫的眼中露出了疑惑 自从王夫人进宫后 刘车很久都没来过自己这里